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需要的食材有六种 蔬菜的种类可以任意调整 调味则需要五种 那我们先来切一切洗干净的食材吧 首先是厚切培根 整齐重叠在一起 再切成小段会更均衡哦 再来是白蘑菇 当然也可以换成其他的菇类 像是杏鲍菇就很不错 切的时候先将白蘑菇竖着切成四份 再切小 如果觉得蘑菇圆圆的不稳 可以像这样先切掉两边再切中间 洋葱也要放稳了再切哦 顺着竖着的纹路 切成不用太细的条状就好 切到末端 转个方向会比较好稳固哦 切完后洋葱会自己散开 这次我用的是墨西哥辣椒 也可以用青椒彩椒之类的 辣度按自己的喜好调整就好了 墨西哥辣椒切圈 其他种类可以切成条状 卷心菜也找到稳固的角度 切成宽条 切到末端也是转一下会比较好切哦 切完稍稍分散一下 和其余切好的食材放在一旁待用就好了 一人份用两颗中等大小的鸡蛋 以及10克淡奶油 混合均匀后待用 为了让后期炒好的食材 等待时间减少 先准备好蛋液 才可以享用到热腾腾的开放式欧姆蛋哦 那么开始炒菜啦 全程大火 先放入调味里给出的一半量的黄油 基本融化后就可以倒入培根炒香 基本都熟了 再倒入洋葱翻炒 直到洋葱成半透明的样子 就可以加入卷心菜 因为可以生吃 卷心菜只要翻炒到稍稍变绿一点 就可以加入白蘑菇 继续翻炒到蘑菇熟透 加入辣椒后 再简单翻炒一下 就炒制好了 最后再加入食盐 太早加盐会让蔬菜出水 影响卷心菜脆脆的口感 做好后直接按人数 均匀等分 装盘 这样的做法可以随意增加蔬菜的量 却不会因为无法将蔬菜全部包裹在蛋里 而变成一道菜炒蛋 以一份蛋1tablespoon的黄油量 用附粘锅 热锅热油 中高火制作 每次倒入一人份的蛋液量 稍稍转动锅子 让蛋形成波浪一样的纹路 也可以用刮刀随意搅拌一下 直到半熟就可以出锅了 做好的欧姆蛋不需要整理 随意盖在炒好的食材上 趁热放上芝士 用欧姆蛋本身的热气 稍稍将芝士融化 最后随意撒上黑胡椒粉就完成了 开放式欧姆蛋的灵感来自蛋包拌 是以更简单的叠盖方式 组合蛋以及蔬菜和肉 调整成开放式 既可以享用到同样嫩嫩的欧姆蛋 不影响本身口感 也可以在不增加蛋液量的情况下 吃到更多蔬菜 而且不需要担心欧姆蛋包裹的不好看 是超值得一试的方法哦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可以的话请帮我按个喜欢和订阅哦 也可以开启小铃铛 获得最新影片提醒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